南部战区中缅边境时弹演习 老街难民碰瓷边防遭遇催泪瓦斯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最近呢缅甸这边呢很不老实啊 这个米昂来的这个军政府呢 开始呢有点蠢蠢欲动了 他们呢在中国问题上啊做文章 他的这个新闻发言人佐敏吞啊 经常暗示说是这一次1027军事行动啊 就是彭德仁发动的这个军事行动 说背后呢有中国的参与 他不直接点名中国因为他不敢 然后呢他暗示说呢可能有大国的参与 甚至呢说这是来自外部的侵略 然后呢在缅甸的平原呢 也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 针对中国的抗议示威游行 这些事呢都是个事 所以呢最近呢中国的南部战区呢 在中缅边境进行实弹演习 所以呢这是告诉这谁 米昂来说你不要那个什么 不要那个越界啊 不要那个就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没有这个实力 而且呢同时也告诉缅甸各方 不要拿华人来做文章 或者当地的中资机构来做文章 你们自己呢可以随便打 所以呢南部战区这边呢中缅边境的实弹演习呢可以看成一种威慑 也可以看成什么呢就是力量的投放 这个力量投放呢可以有更深远的解读 就是什么呢就是应对一切的这些投机者 这些投机者包括缅甸军政府 最近呢有点不老实 还有一个呢就是缅甸地方的民地武 第三个就是印度 有人说呢印度呢很有可能会干涉 大野猫认为呢印度不太会干涉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明年就大选了 莫迪老乡呢现在的民调呢是岌岌可危 如果他在碰瓷中国这方面呢吃了瘪 他的军队呢被打了一带一败涂地的话呢 那情况可就不好办了 另外还有就是美国 美国的问题在缅甸呢他是啥呢 表面上他不承认缅甸的这个政府 因为他没法承认 你要承认缅甸的军政府 那成啥了对不对 你承认缅甸的军政府 你这边在宣传民主对抗专制 你就宣传不下去了吗 但是不承认归不承认 缅甸这个军政府跟这个美国相互勾结这个事 你不用想你就能猜到 这个敏昂来刚上台的时候 他就说我不愿意做中国的傀儡 他不想做中国的傀儡 美国也知道 敏昂来这个人呢 他这个手段呢 有时候非常非常的毒辣 尤其是对付自己的民地武 同时呢 在中国这边呢 他也肆无忌惮 如果有那个空子呢 他一定要钻的 2015年2016年 好几次都是他这个飞机 他这飞机好好好无警示的 直接了当的越到越越过到中国边境这边 就轰炸他想轰炸的目标去了 你说你这是怎么整 所以这个人呢 是需要呢什么 需要教训一下 这是他 所以呢 南部战区中缅边境时代演习 我们也看到了 而且呢 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第三天 很明显呢 就是来震慑缅甸的这些啊 这些投机分子 以及呢国际上的投机分子 另外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最近啊 美国的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啊 什么南部啊 南部的一个小社区 和东南一个小小岛屿的啊 那些小爬虫们 搞的一个所谓的奶茶联盟啊 他们呢 在传一个录像啊 传什么录像呢 在老街方向啊 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缅甸那个村民 应该是难民啊 这个难民呢 就跑到中国这个和缅甸 这个边境那个边境墙这块了 应该是那个边境的铁丝网 就炸了你这块了 然后缅甸的这帮难民呢 试图呢 想冲过去 然后中国这边呢 中国这边的边防呢 很明显就不让他们过来嘛 不能让他们过来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啊 就想冲 想冲呢 然后中国这边呢 就释放了催泪瓦斯 释放了催泪瓦斯呢 让这些边民就开始躲了 开始无脸了 躲了 然后还有一个视频是说什么呢 这些边民呢 就说呢 你们啊 这些难民 你们说你们应该给开一开 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栅栏撤下去 让我们过去 凭什么让你们过去 这要画一个问号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边民开始碰瓷了 怎么碰瓷呢 说你们不让我过去呢 我跟你拍下来 拍下来呢 我给你放到船的网上去 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暴行 这个呢 就是有点巨婴了 为什么说这有点巨婴了呢 我非常感谢啊 这个就是说 这些老街的这些难民呢 把这个事儿给拍下来 我也非常感谢自由亚洲电台呢 把这个东西呢 给放到网上去 为什么 立竿见影 什么叫立竿见影 给谁看 给欧洲看 给美国看 告诉美国 你的南部边境 现在失控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的军队没有定力 告诉欧洲 你的边境漏洞百出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们这个里边啊 有一些人呢 有一种就是说 非常天真的想法 认为呢 一切东西我们要做是正义的 所谓的保障人权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你的纳税人 要受到损失 这个里边有一个思想 我们大家一定要澄清 就是我给大家一定要解释这个问题 安置难民跟接纳难民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什么叫安置难民 安置难民 联合国是有相应的法律 或者相应的条例的 比如说安置难民 这次缅甸啊 老街这边打起来了 中国应不应该安置难民 我认为中国有义务去安置难民 因为中国是联合国的成员 也是在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 有这种国际的义务 什么叫安置难民呢 在缅甸和中缅边境 缅甸一侧 设立安全区 在这个安全区干什么 然后我们在这儿搭一些帐篷啊 搭一些就是说 可用的这些应急的物资啊 然后缅甸的这些难民 可以逃到这里来 逃到这里来之后呢 然后进行妥善的安置与安排 这个叫安置难民 什么叫接纳难民 接纳难民跟安置难民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接纳难民 最近欧洲就经常干这种事 就是啥呢 就是我是难民 我跑到啊 我跑到就是说 比如缅甸这些人 跑到中国的一侧 中国接纳他们 进入到中国境内 然后呢 让他们在中国境内去生活 生活一段时间 这个叫接纳难民 历史上中国接纳过难民吗 接纳过 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时候 接纳过两次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印尼 印尼排华 而且呢 七十年代的时候 也接纳过一次 接纳过越南 越南也在排华 所以呢 中国接纳了一些难民 中国接纳难民 六十年代这一次非常经典的 当年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的四合院挨家挨户做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你们这四合院几间房子 四间房子是吧 好 腾出去一间去 为什么腾出去一间啊 因为印尼的华侨要搬进来 印尼华侨搬进来 是这么一回事 当年北京多困难 七十年代的时候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当时温饱还没有解决啊 中国什么时候温饱解决了 中国解决温饱是2006年啊 三农问题落实了 他解决了温饱 但是城里边温饱解决 大概是在八十年代 就基本差不多了 所以呢 六十年代的时候 印尼的这些华侨啊 就住进了北京四合院啊 挨家一户就住着 住了一年多 印尼那边风声下去了 他们就回去了 这叫接纳难民 接纳难民也有也有期限的 就是说呢 现在我来 我我希望你呢 到这来避难 到这来避难 他是有期限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结束了之后呢 你得回去 有一个回去的过程 不像欧洲 你接纳了一大堆叙利亚难民 你接纳了一大堆欧洲的这些 来自非洲的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 就在这待着不走了 你待着不走了 你怎么办 然后你没有办法去驱离他们 你又没有办法 把他们给安置在其他地方 或者给他们赶出去 所以情况不太好办 对不对 所以呢 中国这一次做的 中国这次做的有没有错 一点错都没有 中国在边防上这么做 应不应该 应该这么做 为什么 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立竿见影 什么叫立竿见影 首先拒绝巨英 什么叫巨英呢 啊我是难民 我是难民 我要来 你一定要保护我 不是这样子的 联合国有联合国的方法 联合国有联合国的条例 应该什么 设立安全区 两国都同意 然后在这块 然后呢 我们进行 对你们进行妥善安置 这是可以的 比如说老街这边 老街这边呢 哎 中缅边境上 设立一个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 中国在这块投资 或者全世界联合国在这花钱 然后呢 设立一个难民营 设立一个难民营 你们这些人想进去 随便进去 对不对 然后这里不有吃的啊 有这种 有这个用的 然后你在这块 避风 这是可以的 这叫安置难民 不是说你们闯中国的边境 中国就一定把边境给你敞开 中国没有这个义务把边境给你敞开 为什么 中国如果啊 边防军把这个边境敞开 让这些人进来的话 这些人谁来负担 肯定是中国纳税人 这些人谁来就是说花钱 肯定是中国人 中国公民 中国政府 然后提升了中国的统治成本 和治理成本 那这个呢 就得不偿失了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是中国人的话 我 我我那个什么 我希望我的政府去保护我 我希望我的政府呢 去给我更多的福利 我希望我的政府呢 去给我更多的福祉 而不是干这种事 这种事是有机会 就你有机会 有能力去干 你就可以去干的 但是呢 一定就不是说什么 什么呢 要维护联合国的宪章 和联合国的这种法律 这种法律是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在老街这一侧 在缅甸这一侧 设立难民营 设立难民营呢 设立这种 联合国的这种安全区 这种机构呢 就可以去 你搞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 你随意的 随便的 就跑到中国境内 认为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家 认为中国就应该 妥善安置你 认为中国就应该怎么做 中国没有这个义务 中国没有这个义务 你来你想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你想来干什么 你说你想来这块 万一工作呢 万一工作 你就抢走了别人的机会嘛 对不对 现在工作这么紧张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 包括美国 你说美国的南部边境 它控制不住 它为什么控制不住 这里边是有原因的 里边首先一点是腐败 第二一点是美国 美国自己体制 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否则它南部边境 它是可以控制得了的 你说美国民主党 在南部边境这块 那是它的铁票舱啊 那块是它的铁票舱 如果它控制不了的话 那情况不好办啊 你之前说啊 说共和党执政的时候 这块是民主党的铁票舱 我可以不管 让这些难民进来 怎么这都行 但是现在你民主党 在这个边境 是你的铁票舱 你在这块 你再不管的话 这个边境的这些选民 可到时候 不投民主党的票了 他投共和党的票了 在德州 现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德州现在 有相当一部分 投民主党的人 现在转向投共和党 为什么他投共和党 就是因为南部边境的事啊 南部边境 这是另外一个事 而且美国是什么 给了很多人签证 这些人签证 到了美国 到期之后 他不回去了 这种东西 你能不能就是说 把这人再请出去 给人送回去 如果你没有这个魄力 那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浪费了大量的金钱 浪费了大量的物资吗 对不对 中国现在也一样 缅甸这块 就是说难民 应不应该安置 应该 我认为应该安置 但是呢 是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而不是这种随意的 所以呢 中国的边防军战士 我个人觉得 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放催泪瓦斯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一种警告 你不要过来 有正当的渠道 有正当的渠道 对你们进行安置 这是如火如荼 是要去做的 而不是就是说 让你们随便的 进入到中国的边境 这个是很关键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 南部战区的这种 演习和演训呢 是针对缅甸和潜在的 各方投机者 老街难民碰瓷边防 这种事 他们这一次呢 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认为呢 是一种警告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小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